第129章还有下次 张浩轩道 有点小问题 但还好 确实是精神力透支 在休息那关龙江顿时有些紧张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 张浩轩苦笑道 这几个小子太能折腾了 其实也不怪他们 应该是运气不好吧 目云与醋没到 不是带住独白呢 三界的天狐之眼虽然没什么直接作用 但要说引导运气 也应该还可以吧 怎么会运气不好 张浩轩嘴角抽出了一下 要是运气好 能在叉翅虎生活区域边缘的地方 就碰到叉翅虎王 这次别说他们 我都差点回不来了当下 他将这次唐三他们一路上的经历 大体地讲述了一遍 对此他并没有隐瞒 身为救赎学院的院长 也是家里学院小镇的镇长 他必须要将真实情况说出来 听着他的讲述 目云与花蓉失色 其他几人也无不是脸色大变 差一点 就差一点 就全军覆没了 关龙江颤声说道 穆恩琴没开口 目云与失声道 当初怎么你们就答应让他们去的 这要是 死如冷亨一生 主要是某人比较废物 这要是换了我 就算是插翅虎王又如何 一样带回他的尸体 我就是不好暴露而已 九阶的妖兽尸体 我们都没法出手 太容易被怀疑了 他是整个救赎组织之中 都极少有的神级强者 妖兽之中没有神级 这话说的也不算夸张 张浩轩没好气得到 那下次你去 还有下次 关龙江的声音瞬间就变得暴躁起来 张浩轩 你这是什么脑残决定 你知不知道 这次 关龙江的怒吼声宛如狂风暴雨一般洗礼住阵仗 张浩轩虽然嘴角抽搐住 但也只能是默默地听着 溜了 溜了 橙子橙吐了吐舌头 扭头看向唐三 道 小唐 你说顾理师兄和独白能醒过来吗 他们不会 唐三摇摇头 道 不会有事的 只是精神透支 他们的妖神变都有一定精神层次融入其中 过度透支自己的妖神变 而不是外来的精神层次攻击打击 只会是压榨了自身 而不是伤害本源 现在沉睡只是在自我修护 你没看他们生命体征都很稳定吗 问问 他们要是能醒过来就好 可千万不要出事啊 橙子橙双手合十 朝着天空拜了拜 唐三道 拜天没用 我们人类在这个世界 本来就不是被眷恋的存在 橙子橙一愣 也对哦 那应该怎么办 唐三道 以后找机会 我们就捅破了这天 重塑这规则 橙子橙一撇嘴 你这牛吹得咋不上天呢 我回去了 我可不想被老师抓着臭骂说完 他扭头就跑了 武兵记一直在旁边没开口 看他走了 此时才低声道 小唐 咱们这次的战利品怎么处理 咱们是不是盘点一下 唐三笑道 不用 不用 大师兄 您处理就好 都换成钱给大家分了呗 我觉得可以这样 虽然两头插翅虎都是咱们杀的 但毕竟镇长老师帮咱们拦住了插翅虎王 没有他咱们就死定了 母老虎的收益分他一半 剩余的 咱们五个平均分 武兵记想了想 道 我觉得也行 那就这样 我这几天就处理这事 还要好好的分拆一下 我觉得也不用都卖 插翅虎的肉 咱们留住吃吧 虎肉非常滋补 虎骨也可以用来泡药酒 或者是要汤来强筋撞骨 给所有人用 你觉得怎么样 唐三点点头 道 没问题 虎肉也大家一起吃 武兵记虽然爱财 但却并不贪财 身为大师兄 他一向都是全面考虑 这次的历练可以说是惊心动魄 但同样的 收获也是巨大的 在这巨大的收获之中 唐三无疑是功敖最大的一个 不但在路上传授他们甩手剑 乱披风 在面临绝境的时候 也是他逆转战场 除了唐三之外 贡献最大的 自然就是修为最高的武兵记了 所以武兵记在战利品分割的时候 首先要征求唐三的意见 眼看唐三如此大气 他也乐得如此 当然不可能将所有收获 都给学院里其他的同学一起分 那对他们这出生入死的五个人 也不公平 但拿出一部分腰瘦肉和骨头 来给大家滋养身体 让大家语录均沾一些 却是应有之意 毕竟 救赎不止学院 更是一个整体 人类在妖怪族和金怪族面前太弱小了 唯有整体成长 才有更多的生存能力 告别了武兵记 远处食堂那边 咆哮声还在继续 镇长老师啊 您真惨 唐三有些好笑地返回自己房间 这次的遭遇确实是他没有预料到的 他支持冒险 当然是为了更快地增强自身实力 当然 同时遇到一头八阶 一头九阶妖兽这种事儿 也实在是太巧合了 或者说太倒霉了 幸好 结局是好的 他自己也通过这次的历练六阶了 从四阶巅峰 一直到现在的六阶 其实就是两次冒险达成的 一次是击杀蜂熊 一次是插翅虎 这样的提升速度 可以说是一日千里也不为过 不过 唐三很清楚 接下来在一段时间里 自己的大层次 想要再提升就很难了 倒不是说他的修炼速度会减慢 而是他的身体 已经有些要支持不了 他现在的修为了 他毕竟才只有九岁 身体还没有长成 尤其是在幼年时候 一直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之下 未来想要从六阶突破到七阶 那是一个大层次的跨越 相当于是进入高阶妖神变的境界 这个层次是质变 想要完成质变 首先就需要他自身的实力达到 同时身体也要承受得住这份实力才行 所以唐三接下来的修炼目的 是巩固自身已经拥有的这些能力 更好地协调他们 同时分别提升烙印的层次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打凹身体 让自己的身体更好地发育起来 锻炼筋骨 让自身有着更强人的体魄 以便预在未来承载更庞大的能量 玄天宫在这方面的滋养效果自然是极好的 还有就是这次的妖兽肉收获了 妖兽肉 妖兽骨 都是对身体非常滋补的好东西 他们这次赚的钱 唐三也想好了用处 一部分 他要送给自己心爱的人 还有一部分就用来直接购买脆体的灵草 就熟学院的小卖铺之中 好东西还是相当不少的 之前没钱就算了 马上就要有钱了 有钱了自然就可以换取一些好东西了 回程这两天的调整 他先前的伤势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六阶境界也基本稳定了下来 现在他体内的玄天功能量非常的雄厚 全身经络都总有一种保障的感觉 这也是为什么 唐三确认自己在短时间内 可能无法再继续突破的重要原因 第130章 融合风虎变 简单打扫了一下几天没有回来的房间 洗漱完毕 直接上床 先将玄天功修炼了九个周天 全身暖融融的 身体在玄天功能量的滋润下 也在自然而然的成长 在感受过自身状况稳定之后 唐三的精神力涌动 将最新获得的那个风虎变烙印 缓缓移动到排列在自己烙印之中 第四位的风狼变烙印处 风虎变这个烙印很强 虽然是在那一瞬间吞噬吸收的 但以母老虎当时 足有七阶巅峰的修为 这个烙印 唐三也吸收到了六阶层次 不过 以风虎变本身 在妖神变中的级别 显然是没资格占据 唐三刚刚拥有的 第六个烙印位置的 先把它直接融入到风狼变之中 才是最佳选择 风刃和风钢殊途同归 这二者都是风属性的 融合起来应该问题不大 一个五阶巅峰 一个六阶 一旦融合成功 肯定能够将唐三 在风元素掌控方面 提升到六阶 还不容易被人怀疑 也用不住他跑出去 找六阶的风狼进行吞噬吸收 恰到好处 两个烙印在他的控制下 开始融合 当他们开始相互接触的时候 唐三明显感觉到 两个烙印都开始 剧烈地震荡起来 而且有相互排斥的味道 似乎谁都不愿意 融合对方这个存在 怎么回事 高层次的天狐之眼 也就算了 你们两个第四层级的 还玩什么傲娇 唐三心中惊讶的同时 立刻意识到一种可能 那就是越高阶段的 腰神变烙印 在融合的时候 排他性可能就会越强 一个五阶巅峰 一个六阶 融合起来自然是会有些困难的 不过 他对融合依旧是信心十足 他现在精神力足够强悍 液化的精神力 有大把的时间 让他可以跟这两个烙印耗下去 而且他们毕竟都是风属性的 算是同源的能力 相互融合的概率 还是很高的 所以 唐三没有停止融合 而是加大了精神力向内的压迫 让两个烙印 更好的相互交融 向内融合 清闭色的光芒 照亮了整个丹田 两个烙印的颤抖 也变得越来越厉害起来 就在这时 突然间 排列在最前面的灵溪天眼烙印之中 迎白色的光运荡漾而出 他只有三阶 论位阶 灵溪天眼 时光辨 以及金鹏辨 都是这个层次 真的不高 可当那迎白色光芒 一出现的时候 唐三整个丹田之中的清光 几乎是瞬间就暗淡了 就连那两个 正在颤抖住的烙印 抖动都变得微弱了 融合的过程 一下就变得顺利起来 血脉至上 唐三心头 瞬间涌出这个念头 灵溪天眼给他的感觉 就像是沉睡的大哥 被小弟们惊醒了 愤怒地发出了怒吼 小弟们 一下就变得乖巧起来 再也不敢闹事 这天狐之眼融合之后 竟然还有这样的好处 真是奇异啊 他将天狐之眼 融入到灵溪心眼 成就灵溪天眼之后 其实一直都没来得及 特别地去实验他的能力 现在看来 这第一层级的血脉 果然是非同凡响 作用绝不只是 仅仅作用在运气方面 以前独白之所以 看上去没什么用 主要是因为 他只有天狐之眼 层级不够 身体强度也不行 也没有其他能力 所以没有将他 真正的能力开发出来 而老师们也并不知道 天狐之眼应该怎么使用 唐三拥有了这个能力之后 在结合其他能力的时候 他就已经感受到了 这天狐之眼作为第一层级的存在 注释是有着巨大的作用 难怪在整个妖怪族之中 都是排名前三的存在 他现在也很期待住 独白能够完成突破 达到第四阶 这天狐之眼 唐三想要继续提升 唯一的办法 就是从独白那里吸收过来 所以 他也只能寄希望于 独白能够提升得快一些 这也是为什么 他要教导独白 自己魔童的原因 帮独白提升 就相当于是在帮他自己 接下来的融合过程 就变得顺畅了 排列在第四位的青色烙印颜色 越来越深邃 渐渐的 变得如同实体宝石一般 青壁色的宝石上 光芒若隐若现 唐三对于风元素的感知 以及风元素的变化感 有着明显不同的感应 进化之后的第四烙印 似乎是能够让自己 把风元素真正的实体化了 这就省去了最初的压缩过程 而且风刚的天赋一旦拥有 就可以大幅度弥补唐三 在防御方面的不足 烙印无疑也随之提升到了六阶 六阶妖神变血脉的烙印 唐三通过自己的试验 得出了结论 实体化 血脉烙印实体化 对他来说 就是进入到六阶了 这也是他所拥有的 第一个六阶烙印 同时 这也意味住 唐三正式成为了一名六阶强者 不过 反过来再看体内的其他四个烙印 就显得有些可怜了 闪暴变还好一些 四阶 但也没到五阶呢 其他三个都是溢水的三阶 虽然层级都很高 但等阶不高 作用也是有限的 唐三想要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 将玄天弓修炼到第七重 还需要很长时间 那么 接下来就该是想办法 把自己的烙印层次提升起来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 给自己找第六烙印 每多一个烙印 多一种能力 并且烙印提升到和修为同层次 无疑都会让唐三的实力大增 哪怕他现在只是出入六阶 唐三都有很大的把握 在同层次之中 就算是妖怪 也不是自己的对手 毕竟 他所掌握的天赋烙印 足有六个之多 嘴角处挂起一丝微笑 唐三渐渐进入深度冥想之中 这次的外出历练 收获可真的是不小啊 富贵显中求 单车变 清晨 砰砰砰 砰砰砰 剧烈的杂门声将唐三从冥想中惊醒 深吸口气 让玄天弓平顺地在体内自行运转 唐三睁开双眸 谁啊 是我 是我 小唐 是我 快开门 哇哈哈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熟悉的声音从客厅那边传来 听到这个声音 唐三顿时眼睛一亮 闪身下床 快速地走出卧室 将客厅的大门打开 熟悉的身影一下就扑了上来 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哈哈 你们都还活着 真好 真好啊 我还以为你们死定了呢 太好了 他直接将唐三抱起来 转了一圈 好了 好了 独白师兄 快放我下来 唐三很无奈 是的 这熟悉的声音 熟悉的身影 可不正是独白吗 独白这才将他放下 当四目相对时 唐三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精神之海内 液态的精神力涌动了一下 灵溪天眼似乎是轻微地颤了颤 你进阶了 唐三几乎是脱口而出 一脸的惊喜之色 咦 我还没说 你怎么知道的 哇哈哈 对啊 我进阶了 终于进阶了 四阶了 我的天狐之眼四阶了 哈哈 独白兴奋的手舞足蹈 第131章四阶天狐变 独白在三阶已经停留了多年时间 一直以来 大家都说天狐变是最强的 他的天赋是独一无二的 可是 几年来毫无寸进 自身也没什么战斗的能力 眼看着伙伴们都在变强 他心中怎能不焦急呢 但是 他又偏偏没有任何办法 尤其是这次 他们外出历练 一直都是唐三 武兵纪 顾里和橙子橙在战斗 在猎杀妖兽 他只是在一旁看住 人家战斗的时候 他都是躲在一旁 那种感觉真是如同白爪挠心 尤其是最后一战 他眼睁睁地看住唐三 武兵纪和顾里三人断后 让他和橙子橙先跑 那时候他真的觉得自己很没用 他也是少年星星 也有一腔热血 在那个时候 他是多想站在伙伴们身边 和他们共抗强敌啊 可是 他没用 他留下来也没有任何作用 在那一瞬 内心的渴望 内心对于自己的愤怒 强烈的不甘 令他头痛欲裂 整个人都要爆炸了似的 有什么用 天狐之眼 这所谓的第一层级的血脉 有什么用 宁可换个差一点的 有战斗力的 在那一刻 他爆发了 他全力催动住精神力 疯狂地冲击住自己的天狐之眼 在内心祈祷住 他所祈祷的 只有伙伴们的平安 他不知道自己这么做 有没有用 但那却是他唯一能做的 也就是在那一瞬 在他身体里 彭腐有什么东西破开了 他甚至彭腐看到了 远处的战场 看到了凄惨的唐三三人 画面一闪而逝 然后他就陷入了黑暗之中 他只是隐约记得 在那最后时刻 自己彭腐有一片白光释放而出 笼罩向了那边的战场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在自己的房间之中了 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是朦胧的 但很快 他就冥冥之中 有了一些特别奇特的感觉 跟随着这种感觉 从床上爬起来 当他走出房间 看住外面的天空 感受着周围不一样的变化时 他突然明白过来 自己不一样了 是的 不一样了 天狐之眼 进化了 终于跨越了第三阶的瓶颈 进入到了第四阶 天狐之眼第四阶 似乎真的让他有了一种特殊的改变 如果说 以前他的天狐之眼 更多的是观察 还有无形中的一些感受 能够感受到 谁的气韵略微强一些 谁的运气比较差 能够对危险有一定的预知 但预知的程度却比较低 那么 现在的他 却已经有种隐约之间 能够掌控一些气韵的感觉了 无形之中 似乎这个世界的脉络 就在他的感知之中 而他能够去尝试着 拨动这些脉络 让他跟住自己的念头 而产生变化 在这个时候 他想起了伙伴们 内心也瞬间被狂喜所淹没 所以 他第一时间就冲到了唐三这边 要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他 却没想到 唐三一眼就看出 他完成了天狐变的进化 须唐三向他比了个晋升的手势 你小点声 先别声张 这件事不能扩散出去 你的天狐之眼是学院重要机密 之前只是三阶 大家还没有太多的感觉 但你的能力越强 天狐之眼作用越大 实际上你也越危险 这件事只能告诉老师们 都不要让师兄们知道 恩恩独白一脸兴奋地点住头 你们是不是都没事 大师兄他们怎么样 放心吧 都没事 只要你和顾李师兄昏迷了 你醒过来了 他应该也差不多要醒过来了吧 唐三说道 独白长长地出了口气 太好了 真的是太好了 大家没事就太好了 一边说着 他冲过来又要抱住唐三 唐三无奈地抬手 撑住他的胸口 冷静 你冷静点 我们先去找老师 汇报这件事吧 算了 你现在这样子 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我去把老师请过来吧 你就在我这儿等住 这会儿还是一大早 马上就是早饭的时间了 唐三把门关好 让独白先在自己房间中等待 他则是直接去了食堂那边 他要找的自然不是镇长老师 镇长张浩轩平时是不住在学院里面的 学院里面真正的大管家是关龙江 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就是教导主任 一想到昨天关龙江怒喷张浩轩 唐三现在都还有些想笑 镇长老师这是代替自己受过了 而且想来今天自己也是要挨骂的 昨天是因为刚回来 首要目标是带队的镇长老师 悄悄地进了食堂 唐三一眼就看到了关龙江 关龙江每天早上都会先到食堂来 来确认今天的早饭 给他们所有人都安排好 食堂内飘着浓香 这分明是肉汤的香氢 应该是昨天吃的 列帝西翼的骨头熬的汤 这可是好东西啊 对大家都是十分滋补的 想必家里学院内的伙食 也就不过如此了吧 关老师唐三低声叫了一句 关龙江回头来看 看到是他 顿时脸色一沉 正要找你呢 唐三 你知不知道 眼看着关龙江眼中的怒火 就要一出 唐三赶忙上前几步 低声道 关老师 我有个好消息告诉您 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关龙江疑惑地问道 唐三凑到他身边 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一句 什么 真的 关龙江就是瞬间就瞪大了眼睛 而且已经完全忘记了 要怒斥唐三的事 真的吗 你确定 这位教导主任的声音 都略微有些颤抖了 确定 我确定 不会有错的 他自己的感觉也不会有错 唐三肯定地说道 他人呢 在哪呢 怎么没跟你一起来 关龙江急切地问道 唐三道 他有点太兴奋 我把他暴露了 我觉得他这个事应该保密 毕竟太重要了 所以我就让他在我房间中等住 第一时间就跑过来向您汇报了 也不知道我做得对不对 对 非常对 保密 一定要保密 关龙江兴奋地搓了搓手 勉强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走 带我过去 我必须要亲自感受一下 才能确定 好的当下 唐三带着关龙江来到了自己的宿舍门口 还没进门 关龙江一把拉住他 道 你在门口守着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一边说着 他就推门而入 把唐三留在了门外 唐三嘴角抽出了一下 这是我的房间啊 我倒成了开门的了 不过 开门就开门吧 看样子 自己今天应该是不用挨骂了吧 时间不长 房门打开 当关龙江再次出现在唐三面前的时候 已经是满面红光 关老师 怎么样 唐三试探着问道 关龙江哈哈一笑 好 非常好 非常好啊 哈哈 小唐啊 这次你可算是立了大功了 非常好 记得保密 就这样 我让那小子也先别露面 你先带着他回他自己的住处 稳定一下境界 能控制自己的能力再说 不然的话 谁都能感受到他身上的那份血脉变化了 我去找你老师去说着 他就急匆匆地走了 第132章 独白觉得不香了 唐三回到房间之中 独白脸上的兴奋到现在都还没有退去呢 关老师确认了 我就是突破了 哈哈哈 厉害不厉害 唐三有些无奈的道 你先好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还有控制住血脉波动才能算厉害 你现在这种感觉 谁都能看得出你不对劲 独白之前刚刚进来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了 在独白身上有一种庞扶能够扰乱规则的感觉 没错 就是扰乱规则 什么是规则呢 其实就是整个世界的秩序 这个世界的秩序 而当唐三被独白抱住的时候 他就分明感受到 这个未免的秩序似乎出现了波动 虽然还做不到改变秩序 但潜扰秩序却是肯定有的 天狐变进入第四阶 真正的作用也随之开始显现出来 唐三明显感受到独白的非同反响 只不过现在他也还不能肯定 独白这第四阶的天狐变都能够产生什么作用 但只要一接近他 立刻就会有怪异的感受 独白对他是充满了善意的 所以当唐三接触到他的时候 都能感受到自己好像运气变好了似的 体内玄天弓运转的都会更加流畅 而他自身的灵犀天眼 也和独白的天狐之眼相互呼应 自行地吸收了一些独白身上的气息 虽然不是通过玄天弓的吞噬 吸收的不多 但唐三也能感受到 灵犀天眼略微有了一丝进步 也就是说 只要他和独白在一起 哪怕不通过玄天弓去吞噬吸收 灵犀心眼都能自行进化 这也让唐三心中一动 天狐之眼乃是掌控气韵的存在 自己去直接吸收 吞噬他的天狐之眼血脉之力 无疑是在削弱人家的气韵 到了四阶之后 独白明显变得不一样了 再吞噬他 很可能会受到气韵的反噬 倒不如就这样 在他身边蹭蹭气韵 虽然提升的会慢一些 但却不会产生问题 所以 唐三现在也乐得独白就在自己身边 好了 好了 我知道了 这不是才刚突破吗 我会努力控制的 四阶 好像真的是不一样了呢 独白兴奋地说道 唐三道 我先送你回屋吧 待会儿我把早饭给你直接送过去 我估计待会儿老师们就要去找你了 好 谢谢了兄弟 对了 你那子鸡魔童我还能继续修炼吗 独白低声问道 唐三点点头 道 应该没问题 你突破到第四阶 精神力应该也随之上涨了吧 你这次突破 应该是情绪上受到了强烈刺激导致的血脉沸腾 但精神力持续提升 足够强大的精神力 才能让你更好地控制天狐之眼 未来再继续晋升也会变得容易一些 你尝试住修炼吧 有什么变化你就问我 咱们及时沟通 而且 子鸡魔童修炼到一定境界之后 本身也是一种战斗的方式战斗的方式 那是什么 独白疑惑地问道 唐三默默地感受了一下外面 附近没人 这才道 修炼的是精神力 带来的自然是精神层面上的攻击 你看好了一边说着 他转过身 朝着侧面的方向 双眸之中紫光一闪 足有寸许长的紫色光芒 从他双眸之中射出 紫光一闪而逝 虽然并不是针对独白的 但独白却明显感受到 自己刚刚提升起来的精神力 以及气韵之力 瞬间都受到了强大的压迫 面前 庞扶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头巨兽一半 令他心悸的精神震荡 顿时令他发出了一声惊呼 唐三的精神力 在融合了天狐之眼后 完成液态蜕变 灵溪天眼乃是三大眼光的融合 紫急魔童也是修炼童术的强大能力 二者相辅相成之下 唐三完全可以肯定 自己现在的紫急魔童威能 要比前世童等层次的时候更强 那天对抗插翅虎的时候 如果当时没有顾力和武兵纪的强控 他就要冒着泄露这个强大能力的风险 也要给那插翅虎一下紫急魔童精神冲击了 他之所以在独白面前展示 一个是因为独白本来就已经跟他学习了紫急魔童的修炼方法 还有一个也是为了让独白看到 在这方面自己的能力有多强 紫急魔童多么有未来 他是很希望独白提升快一些的 这样的话 他的灵溪天眼也会提升得快啊 现在独白四接了 这就意味住不久之后 他的灵溪天眼也能四接 独白目瞪口呆地看住唐三 这 这也行 你精神力这么强的 唐三点点头 就是修炼紫急魔童而来 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 修炼这个你的天狐之眼 有可能会随之进化了吧 恩恩独白连连点头 正因为他有天狐之眼 所以在刚才那一瞬 他才能感受到唐三输出的精神力 有多么强悍 哦 对了 我六接了 唐三淡淡地说道 你 独白目瞪口呆地看住他 足足半赏才憋出一句 你这个变态 他突然觉得 自己突破四接这事儿 有点不相望 人家比自己还小两岁 这都已经六接了 和大师兄一样的六接了 五接的时候 他都能和大师兄打个不分胜负 这六接了 岂不是说在学院的学生之中 他才是最强的一个 年龄还是最小的 这上哪说理去 独白好想说一句 我不跟你玩了 可人家刚教了他子级魔童 这也不好说啊 天狐之眼进入到四接 他也明显感觉到 唐三的气息似乎更让他清静了 这种清静感他很熟悉 运气越好的人 他就越容易感受到清静 我回屋了 你成功地打击的 我没那么兴奋了 帮我控制住了情绪 独白一脸无语地说道 不用谢唐三微微一笑 谁谢你了 哼 我走了 唐三最终还是陪着他一起回了房间 完成了对关龙江的沉默 然后这才去了食堂吃饭 腰瘦骨头炖的汤就是好啊 一晚下去 滋补的身体都暖融融地有些发痒 一顿早饭吃下来 大家都是神采奕奕的 今天上午是体能课 沐云与老师的课 除了独白和顾礼以及武兵纪之外 其他人都集合在院子里 沐云与脸色沉浸地看住学生们 沉生道 你们每个人都是学院精心挑选出来的 你们的天赋 在咱们拥有妖神变的人类之中 都是名列前茅的 你们也应该都知道 我们的妖神变从何而来 那是先辈的屈辱带给我们的传承 所以 你们首先要做到的 就是好好地保护自己 让自己尽快成长 变成一个有用的人 你们的冒险 带来的不只是自身的危险 更是学院和组织的巨大损失 今天我郑重地警告你们 未来 无论执行什么任务 一定要量力而为 不可冒进 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才有未来一边说着 他有些冰冷的目光 就落在了唐三身上 一起去执行任务的五个人 今天前来上课的 就只有唐三和橙子橙两个 唐三更是整个任务的提议者 不被针对才怪了 第133章表扬 唐三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 莫云宇却没有要就此放过他的意思 沉声道 唐三 出列 唐三上前一步 莫云宇缓不来到他面前 冷冷地道 你知不知道 这次 他刚说到这里 突然间 一个声音突兀地响起 这次 我们要对唐三勇敢地的冒险精神 提出表扬 沐云宇一愣 其他学员们也都愣了 下意识地朝住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一脸笑容的关龙江 关龙江身边 还跟住镇长张浩轩 和昨晚被骂的灰头土脸不同的是 此时的镇长 红光满面 双手背在身后 老神在在地跟住关龙江 眼神中 还带着几分骄傲的光彩 沐云宇向关龙江 递出一个疑惑的眼神 昨天晚上不是已经商量好了吗 今天要批斗一下唐三这小子 也给所有人提个醒 否则的话 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怎么办 虽说这次没有真正出现伤亡 可连镇长都受伤不清 可见当时的情况有多么危险 差一点就全军覆没了 关龙江来到他身边 拍了拍面前唐三的肩膀 微笑着向其他学员说道 你们一定很好奇 这几天武兵纪 唐三他们几个人去干什么了 现在 我来告诉大家 在学院的支持下 唐三和武兵纪为首都五个人 前去执行了一次 猎杀妖兽的任务 在当初他们提出 要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 其实我是反对的 因为他们要猎杀的目标 实在是太强 但是 那个时候 唐三就对我说 只是生长在温室中的花朵 是无法在暴风雨之中生存的 面对更强的考验 更大的危机 才能更好地激发他们的潜能 在仔细权衡之下 我们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让他们去执行了这个任务 你们是不是很好奇 他们想要猎杀的妖兽目标是什么 那么 我来告诉你们 他们选择的是 插翅虎 成年情况下 足有七阶秀为的插翅虎 此言一出 在场的学员们顿时一片哗然 七阶妖兽 那可是七阶妖兽啊 这是何等的胆大包天 因为不放心他们 所以 这次镇长暗中跟随 对他们进行保护 他们一路上 不断通过和妖兽之间的战斗 磨练自身的战斗技巧 以及与伙伴们的配合 都有着不小的提升 当他们抵达了插翅虎 生活区域边缘的时候 果然遭遇到了插翅虎 运气不错 遇到的是六阶的插翅虎 还没有成年的存在 但你们应该都明白 哪怕只是六阶 妖兽也要比我们更强大得多 因为他们有强悍的身体 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唐三他们五人联手 最终将那头六阶的插翅虎 成功击杀 完成了任务 而且是在没有镇长帮助的情况下 武兵技受伤的事情 大家都是知道的 食堂里还碰到了一身绷带的大师兄 可击杀六阶插翅虎 还是令大家一脸震惊的同时 充满了钦佩 如果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 那就错了 他们击杀的那头六阶插翅虎 确实是没有成年的 但是他却是有家庭的 他的父母在第一时间就找了来 而他的父亲乃是九阶的插翅虎王 无比强大的存在 镇长及时出手 挡住了九阶的插翅虎王 但是那幼年的插翅虎 母亲也是七阶巅峰的存在 他袭击了他们五个关龙江 说到这里 尽管学员们都知道最后唐三他们是平安归来的 但还是不禁将心提到了嗓子眼 在那个时候 他们没有任何救援 能够平级的只有自己 最终的结果你们也看到了 他们都回来了 回来的独白和顾里昏迷 五兵计重伤 唐三轻伤 但是 他们的战果是辉煌的 虽然有一定运气成分 但他们成功地击杀了那头七阶巅峰的母老虎 完成了对妖兽的越阶挑战 话不可能为可能此言一出 学员们再次发出了一片惊呼 所有人看住唐三和程子诚的眼神都变得不一样了 短短一周多时间的历练 让他们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成长 唐三说的对 温室中的花朵是无法真正承受暴风雨的 他们如此标柄的战绩 也意味着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历练 令他们拥有了更加强大的实力 因此 我和镇长商量过了 未来猎杀妖兽将成为实战课的重要组成部分 你们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 在真正意义的实战中提升自我 鉴于这次唐三 五兵级五人小队的优异表现 学院决定 本次猎杀的两头插翅虎 所获得的全部收益都归他们所有 其中 他们提出将虎肉 虎骨贡献给学院 为大家进步欢呼声 顿时响成一片 妖兽肉也是分等级的 越是凶悍的妖兽 骨肉的滋补效果就更好 呼乃寿终之王 更何况还是六阶和七阶巅峰的存在 绝对是大补啊 程子诚此时是有些猛圈的 今天早上他碰到沐云雨的时候 还被沐云雨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学院里就这么几位老师 女老师只有沐云雨一个 所以所有女学员单独请教的时候 都是向这位沐老师进行请教的 刚才看沐云雨老师的样子 唐三明显是要被树离成反面典型 进行抨击的 怎么关老师一来 全都逆转了 沐云雨的脸色明显有些难看 暗中掐了关龙江一把 可关龙江却像是完全没反应似的 一直把话说完了 全部收益都归我们 也就是说 除了骨肉之外 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都归我们所有了 唐三心头大喜过望 这能多出至少五枚元素比以上吧 好 就这样 开始上课吧 沐老师 你继续关龙江笑呵呵地说道 继续个屁 你跟我过来沐云雨丝毫没给他面子 一拉他的衣袖 就把他拉扯到一旁 显然 他要询问一下 为什么关龙江的态度就突然改变了 张浩轩来到唐三面前 笑呵呵地道 入列吧 你的这个方法很好 以后确实是可以继续 很不错 唐三自然明白是因为什么 独白的天狐之眼进化 带给了老师们巨大的惊喜 这第一层级的妖神变 对于整个旧书来说都实在是太重要了 未来如果独白能够成就神级的话 那说不定就真的可以让组织去出没到顶尖实力的门槛 更何况天狐之眼更大的作用是辅助 妖怪族都如此尊重天狐大妖皇 可见他的辅助有多么重要了 出现在人类这边 自然是人类整体进化的巨大契机啊 时间不长 面带错愕之色的沐云雨回来了 他脸上的愤怒已经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有些古怪 似乎还有点想笑的味道 因为他突然想到 最郁闷的人不应该是自己啊 而应该是自己那个负责实战课的哥哥 慕恩琴带着学生们学习了这么多时间的实战课 提升效果也就那样 只能用按部就班来形容 可唐三只是这一次 就做到了他多年没做到的事情 这孩子才九岁 而且唐三自己都六阶了 这提升速度实在是太恐怖了 第134章不要内单 全体出发 老规矩 散盖一个来回 今天每个人的负重增加20% 潜能是需要压迫 才能更好激发的沐云雨下达了今天课程的命令 一听说负重增加20% 先前还兴奋的众人顿时苦了脸 但也只能是按照老师的话去执行 唐三 你留一下沐云雨叫住了唐三 其他人都去进行体能锻炼了 唐三留了下来 沐云雨上下打量着他 脸色显得有些奇异 张浩轩还没走呢 关龙江也是回来了 同时被三名老师就这么直勾勾地看住 哪怕前世身为神王 唐三现在都觉得有点慌 老师们 还有什么事吗 我不用去参加体能训练吗 唐三指了只已经渐渐远去的同学们 沐云雨道 你真的已经六阶了 唐三默默地点点头 好像是在沐云雨嘴角抽出了一下 九岁才九岁啊 这孩子才只有九岁 要知道身为老师的他 其实也只是七阶而已 虽说六阶到七阶是个大阶层的跨越 可是他都二十六岁了 也不过才七阶 唐三还有大把的时间 关龙江南南地到 唐三六阶 独白进化到四阶 看这样子 之前早就在平井的故里 也有可能进阶 程子诚没有进阶 但这次的收益不小 资源堆积之下 进入五阶 应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兵记也说收获极大 这次的历练 虽然危险重重 但还真的是 沐云雨向唐三道 虽然你进入六阶了 但我必须要告诉你的是 至少在五年之内 不要尝试冲击七阶 你现在的身体 还没有完全发育 再继续提升下去 身体很可能会被血脉撑爆 那样你就死定了 你年纪小 容易冲动 但为了你自己的小命 切记 切记是 沐老师 我自己也感觉到了 所以我一定多锻炼身体 增强体能和身体的负荷 这次能突破到六阶 也是因为机缘巧合 当时战斗的时候 被那插翅虎 灌注了一些 风属性能量进入身体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下就突破了 但我现在都感觉到 经脉实实胀痛 身体有些吃不消了 接下来很长时间 恐怕都只能温养身体了 听他这么一说 沐云雨的表情 明显变得柔和了许多 你知道就好 接下来好好积累 把根基扎实下来 使唐三再次答应一声 沐云雨扭头 看向身边的关龙江 六阶 这小子就这样 就六阶了 关龙江看看他 再看看张浩轩 张浩轩脸上 还带着一抹迷之微笑 他们顿时都觉得 张浩轩是不是早就知道 唐三有这潜能了 如果不是腰神便不一样 他们甚至都要怀疑 唐三是不是 张浩轩的私生子了 好了 你也去参加体能训练吧 最近妖兽肉多吃一点 你们带回来的妖兽血 叉翅虎的血 你自己留着用 用来滋养身体 还有 七阶以上妖兽 是有内单的 那没七阶母老虎的内单 你可以考虑留住自己用 都是风属性的 有可能会一定程度上 提升你对风元素的掌控力 甚至是掌控风元素体 唐三心中移动 但它立刻到 妖兽血流下来 自用没问题 但内单还是卖了吧 这毕竟是我们大家一起获得的 七阶以上的妖兽 为什么珍贵 就是因为有内单的存在 那是一种固态的能量体 虽然七阶妖兽 还不足以动用内单 发起强大攻击 但这内单雏形 却是他们一身修为的精华结晶 也是七阶妖兽身上 最值钱的地方 观龙将道 从你们战斗的情况来看 大家应该不会反对的 其他的你少拿一些 就是了唐三坚决的道 还是不冷卖了大家均分吧 老师 我刚刚突破到六阶 现在在用叉翅虎内单 我的身体估计也承受不住 我还是先把体魄练强一些 至于内单 以后说不定还会有机会的 嗯 那就这样吧 还是好好打熬身体重要 张浩轩隐隐明白 唐三为什么要拒绝内单 这小子的妖神变根本就不止一种 服用一个内单是不是有用 还很难说 唐三确实就是这么想的 他对修炼出风元素体 根本毫无兴趣 只要精神力足够强大 他同样能够施展出 不逊色于风元素体的能力 而一旦修炼成风元素体 他的身体属性将会大幅度的 向风属性转化 这并不是他想要的情况 沐云语道 也好 知道自己根基不稳就行 你也去负重锻炼吧 既然你已经六阶了 负重加一倍 是唐三转身而去 负重爬山去了 看住他离去的背影 观龙江忍不住道 这小子简直就是个怪财 明明只是一个风狼变 却能晋升得如此之快 而且我听兵记说 在元素掌控这方面 他还给了兵记不少的指点 让兵记有了很多名物 张浩轩呵呵一笑 道 如果不是发现了他的天赋 你认为我会轻易收图吗 看住他一切尽在掌握的样子 观龙江没好气地道 这次也就是你们冒险成功了 要是失败了 我看你怎么向组织交代 张浩轩陪笑道 好 以后不去就是了 观龙江演著转了转 去还是要去的 只是要更加强一些安全性 这次虽然危险 但正如唐三所说的那样 在外界的压力和强大的刺激之下 效果是相当之好 唐三晋升六阶 独白也晋升到了四阶 故里还没醒 兵记和橙子诚也都有不小的收获 沉淀一下 应该会效果更佳 这么看 这样的实战方式确实是对孩子们的成长很有好处 我觉得我们需要做的是将这种方式进行完善 而不是否定张浩轩看住他 笑道 昨天也不是谁把我骂的狗血喷头的 你镇上没事吗 该忙就去忙吧 堂堂一个镇长 别总是游手好闲的 我去看看独白说着 观龙江转身就走了 顾里在当天晚上也苏醒了过来 不过他透支的十分严重 修为并没有恢复 需要通过冥想调息 堂三他们猎杀带回来的妖兽肉 主动奉献了一部分 剩余的大部分直接都卖给学院了 换了元素B 妖兽其他部分的东西武兵记也在处理 大约需要两三天才能完成变现 堂三显得十分低调 每天就是上课 修炼稳固自身刚刚达到六阶的修为 修炼玄天宫温养身体 又过了两天 喜讯先后传来 顾里和诚子诚纷纷突破到了五阶 堂三他们这支之前前驱猎杀妖兽的五人小队 除了刚入六阶不久的武兵级之外 其他四人全部进阶 至此 也让学院对他们这样的实战修炼方式彻底的认可 虽然危险 但效果实在是太好了 尤其是天湖变和时光变的双双进化 助时是令整个救赎学院都变得喜气洋洋的 而对于唐三他们五人来说 更让他们兴奋的时刻到了 走 大师兄叫我们分钱去那独白信冲冲的冲进唐三的宿舍 拉上他就走 第135章分钱 发财了 要分钱了 唐三也是眼睛一亮 大喜过望 当他们来到武兵级房间中的时候 顾里和诚子诚已经先到了 几人脸上无不是喜气洋洋 独白搓了搓手 笑嘻嘻地道 大师兄 一共多少啊 快分吧 哈哈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武兵纪笑道 大家都到齐了 我给你们盘点一下 我们这次一共猎杀妖兽 包括两只插翅虎在内 正好是20只 其中 七阶巅峰的插翅虎一只 六阶又年插翅虎一只 剩余的都是五阶以及五阶以下 妖兽身上价值最高的是七阶妖兽的内单 然后则是零甲 表皮 筋 骨骼以及具有自身特性的特殊部位 这里我就不一一给你们介绍价格了 妖兽肉和妖兽骨 都被学院收走了 因为是直接卖给学院 肯定是要有折扣的 学院按照市场价七折来收走的 这么多妖兽肉 如果是我们自己处置的话 其实也不可能拿到市场价 因为一下太多了 学院直接收走也方便 所以我就做主同意了 妖兽血我们都留了下来 由学院统一调制之后 用来给我们五个强筋撞骨而用 借助妖兽血淬炼身体 是一种相当奢侈的修炼方法 幸好这次我们获得的妖兽血足够多 调制起来应该也还需要些时间 反正好处都是我们的剩余的部分 就全都进行了出售 换成了钱 总计一共是卖了28个元素币 本来是27的多 镇长特批给咱们补足到28个 按照出发之前说的 我们均分 先每个人拿五个元素币一边说着 他拿出一个袋子 在面前轻轻一抖 顿时 一枚枚元素币从里面滚落而出 28枚元素币全部出现 整个房间内的元素波动都变得强烈起来 这真是好多钱啊 他们都是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这可不是妖币或者是灵犀币 而是元素币啊 元素币的购买力极为惊人 而且本身用来修炼都会有着相当好的效果 本身就已经是宝物了 这些元素币各种属性的都有 并不同意 大家挑选吧 兵属性的我都要了 其他的你们选 一人先拿五枚 四人喜滋滋的每个人拿了五枚 属性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 借助元素币修炼实在是太奢侈了 一般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等他们分完之后 桌子上还剩余三枚元素币 武兵记到 这三枚元素币 唐三 你拿走吧 唐三一愣 疑惑地看向大师兄 大师兄 买了东西给大家分 武兵记摇摇头 道 不 这是你应得的 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反对 这一路上 你负责了整个的团队指挥 在遭遇妖兽的时候 如果不是有你的指挥 我们应该连三分之一的猎杀成绩都达不到 你别急着拒绝 更何况 你教了我甩手剑 教了顾里和橙子乱披风 这些我们虽然接受了 但也感激在心 所以 你也不要跟我们客气什么 没有你的提议 这次的历练也不会成行 你就拿着吧 还有我 我也跟小唐学了独白立刻说道 唐三碰了他一下 他才没将子迹魔童几个字说出来 唐三道 那我就不跟大家客气了 如果你们都同意 我就拿了其实他心中在暗暗叹息 我确实是教导了你们 但实际上 你们并不知道我从你们身上获取了什么 真是淳朴的孩子们啊 其实 你们都是我的养成计划中的一份子 问 大师兄除外 八枚元素币 这对于唐三来说也绝对是一笔巨款了 加上之前从风雄身上获得的那些 他现在都有种自己是妖缠万贯的感觉 一枚元素币 相当于百枚灵溪币 万枚妖币 全都换算成妖币的话 他现在总资产都超过十万了 说是妖缠万贯也不为过 众人收起元素币 虽说唐三拿得最多 可其他人也都有五枚元素币之多 这也是他们所见过最多的钱了 一时之间 五人都是一脸喜洋洋的样子 什么时候再去啊 小唐独白一句话 将所有人的目光都拉到了唐三脸上 是啊 什么时候再去啊 这次的历练收获实在是太大了 每个人五枚元素币不说 最重要的是独白和顾里的双双晋级 他们两个的晋级可是整个学院的老大难问题 还有诚子诚也晋级了 这样的提升是他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要知道 独白和顾里都是那种认为自己可能一辈子都要被困在瓶颈的 现在这一下就提升突破了 对他们来说 这次历练的过程虽然惊险万分 但对比现在的收获 用一句话形容的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更何况实力提升也让他们心中的自信心大增 按照这样的提升速度多去历练 历练 未来自然就能进一步提升了 武兵纪也将目光投向了唐三 他是五人之中这次唯一一个没有进阶的 唐三的连续进阶让他也羡慕不已 而他一旦在进阶的话就将进入高阶的层次 七阶是分水岭只有达到七阶以上 才算是拥有比较强的实力了 唐三道不能急于求成 我们这次的收获确实是很大 师兄师姐们都进阶了 但实际上 你们的晋升并不只是因为我们这次的冒险 更多的还是因为你们之前的后机薄发 你们三位都是在瓶颈困扰了不少时间之后 借助这次的机会才完成突破的 而修炼除了外在的刺激 潜能的激发之外 积累也很重要 我们首先要做的 是消化这次咱们的收获 消化之后 再考虑下一次武兵纪点点头 到小唐说的有道理 我们这次收获不小 你们也都才刚刚突破 应该更好地稳固自身之后 咱们再考虑下次 我听光老师说 之后可能会组织其他同学也进山历练 不过肯定没有我们了 老师们的意思也是让我们多做积累 再说独白和顾李明显有些失望 但也没有反驳什么 唐三微笑道 不如这样 我们定一个标准好了 顾李师兄 你把乱披风锤法 至少要练到18次攻击以内 远转如意 橙子师姐至少要能连续完成 三轮九转矜持披风斩的攻击 独白师兄 我教你的那个修炼精神力的方法 你要完成入门 能够初步应用 咱们就考虑下一次出去历练 如何 我没问题顾李毫不犹豫地说道 然后他演出一转 小唐 你教了独白什么修炼精神力的方法 我能不能学 他的时光变也是需要强大精神力作为后盾的 唐三想了想 道 可能不行 这个修炼方法需要是纯粹的精神力掌控者才行 独白师兄都还没有尝试成功呢 你的时光变又刚刚进阶 还是不要尝试了 我怕有反效果 顾虑有些失望的道 那好吧 我先练乱披风 等我乱披风练成了 先收拾了张泽冰那小子 嘿嘿嘿 我先练乱披风